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宽老师 现代人有一种痛 叫做手痛 手腕痛 手肘痛 整个手臂在痛 皇帝内经说 生病起于过用 现在人很多都是过度使用我们的手臂 手腕 手肘 甚至滑鼠 或者是按这个手机 都会导致劳损 所以今天要来教大家牵引法 来舒缓我们的手腕 手肘 跟我们的整只手臂 来 首先我们两手向上 做颤掌开弓法 做的时候记得将我们的手掌 做颤动 两手举高 这会疏通我们的手三阴筋 三阳筋也会舒缓我们的关节 十秒钟之后 我们把手落下来 接着把你的左手拿起来 把你的右手扶在左手的手腕上 轻轻地向右边做一个伸展 拉回来 记得不要过度地拉筋 气功是不拉筋 你只要感觉 有 向两侧拉出去 然后轻轻地回来 接着我们要把我们的手背 放在我们的手肘的后方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牵引法 向右边伸展过来 回到我们的正中央 整个手腕 手肘 手臂 向右边做一个牵引 然后回来 这个对于气血的疏通 有非常大的功效 结束之后三次 我们把手落下来 接着换右手拿起 左手放在我们的手腕 轻轻地往左侧 你看在做的时候 不要过度地拉筋 我们看一下折影教练 你只要感觉有做一个伸展 收回 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好 接着你看一下 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手肘的后方 用我们的手背稍微有点撑着 然后脚同时要有点公字步 好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整个过去再回到中心 这样子对于整个关节筋骨 有一个舒缓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袖子教练的这个示范 整个重心向外侧 然后回来 这种动作牵引 可以在你打电脑一小时之后 可以起来做一做 然后两手从两侧起 向上聚气 慢慢地将气降下来 两脚合并 手握拳 记得把倩引法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也记得要按赞哦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